这叫爬 以前是用作农田上用的 把一大块的田爬平了 农田上用的 如果倭寇来的时候 也可以用作对付倭寇的窝刀 来 试一下 这样可以挡住了 然后可以把它挨下去 也可以直接攻击 来 再来一下 其实也可以挡手的 它砍的时候了 来 看一下 挡这里 挡这个手把了 也可以挡手把 刚刚起手的时候把它挡掉 不知经历了多少年 在生死边缘徘徊过多少次后 沈家人终于记住了 敌人举刀和冲刺时的漏洞 人们终于明白 这些奇怪的农具 为什么被摆放在 沈家祠堂的兵器架上 眉山的沈家是不幸的 面对残忍的窝寇 不知有多少先辈 被战死在自家门前的海滩上 然而他们又是幸运的 因为祖先毕竟还留给了他们 与敌人拼杀时的资本 水浒拳 在锋利的窝刀下 那拳脚不知有多少次让他们全身而退 比方说在没有兵器的情况下 对付窝刀的几个办法 徒手多刀也是 我们来也试一下 搬着头砍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过去 然后插到它下阴 插到下阴 然后把它扎住 就这样 就这样 来 再来一次 就这样 比方说一个臭道士 那个三十六级里面有的臭道士 这样一个臭道士 也是差不多的 比方说它扎过来的时候 这样扎过来的时候 就是这样 也是扎下阴的 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抽刀手 一把刀抽出来一样的 其实抽它就下阴的 眉山沈家的拳法 在今天看来 或许过于阴险 过于歹毒 然而这却是生存的筹码 让我们将时间放在冥芒潮 场景放在与窝寇 正面较量的海滩上 今天 武术表演中美观的花架子 极有可能让他们在瞬间丧命 沈家人不在乎笨拙 只在乎一招制敌 因为在生死的对决中 往往只需一招 活着的希望 或许就能留给自己 古老的盐田中 上演古老的阵法 古老的祠堂中 上演古老的仪式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之 玉寇水虎门 每当周末的早晨 父亲羊总会带着孩子们 来到海岛东边的盐田上 练习基本功 在河网密布的梅山岛 这块盐田恐怕是面积最大的空地了 眼前的孩子们背靠背 排列成两条直线 这是沈家流传了很久的练武方法 然而在一些军事学者看来 这样的排列 却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斗阵型 最初阵型中的孩子 分别挥舞着拳脚向外攻击 他们的敌人就在正前方 然而没过多久 他们便集体后退 这似乎是为了不让敌人 从空隙中穿过 如此循环往复 他们在守卫着一条重要的通道吗 孩子们此时正排成一个圆圈 他们按照同样的方向各自前进 不久后 顺时针的方向变成逆时针 他们集体转身 向着最初的反方向重复着套路 步伐或许凌乱 但圆圈的大小从未发生改变 他们似乎在有意保护着圆圈中心 而第三种阵型就更为企图 那是一个固定的位置 每当有人走到这里都会转身 与后面的同伴交叉而过 这样的交叉不仅不会让自己腹背受敌 活动的防线也不会让队形轻易受到筑疮 军事学者终于明白 这是沈家人在五百年前的抗窝阵法 那条被守护的通道 或许就是海滩通往村子的必经之路 那站在圆圈中央被有意保护的 或许就是年幼的孩子和年长的老人 而南方海岛狭窄的杭道中 一旦发生肉搏 被对手夹击 导致腹背受敌更是寻常发生 这一切阵法都来自 梅山沈家水浒门的开创者 那位曾经驰骋沙场的祖先 只不过沙场的兵法 被他的后人稍加修改后 就成为实用的抗窝阵法了 在祭祀结束后 锣鼓再次响起 这是在梅山岛流传了很久的一种民俗 人们将孩子放在肩膀上 跟着锣鼓的节奏交叉走动 他们是想让高出的孩子 及时发现海上的狼烟吗 稚嫩的面孔被涂上厚厚的油彩 他们是想更早进入壮年 参加厮杀吗 孩子们的手中握着钢叉 他们是在很小的时候 就被告知 这农具将来可以抵挡窝刀吗 一位厌倦战争的将军归隐海岛 他的武功却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 成为后人保卫家园的义器 那些在窝刀下牺牲的人们仍不放心 他们让自己的后人在祭祀时 抛去庄严 演练武功 他们相信自己能够看到 因为家族生的希望 或许就在其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